你干什么啊 你还要回去啊 刚才你就 什么什么手机啊 你什么想拍的 手机掉下去了 什么水掉下去了 刚才我在拍张 你拉我拿我的手机掉下去了 在盒里面去了 嗯 啊啊啊 我给你拍照呀 对啊 那你坐在上面干什么啊 吓死我了 因为你想不开 你干嘛 我要去捡我的手机 捡什么手机 水这么深的水 捡什么别别捡 我的手机这么重要 我刚买的 你刚买的也不能捡了 你就不要命了 这么深的水 那我手机怎么办呢 哎呀 这怎么办呢 那我陪你也好吧 我不要你陪手机 我就要我那个手机 那这掉进去了 怎么怎么给你啊 真的我不是故意的 那谁让你要拉我是不是 我也是好心 知道吗 我也是好心 我也想救人了 哎呀 真的是 咋办嘛 手机怎么办 你是什么苹果 苹果手机还是什么手机 对啊 就是苹果手机 什么颜色的 白色的 我这边有一个我陪你好不好 我不要你的 我要你手机干嘛呢 那那怎么办呢 现在你不可能先捞啊 这么深的水 我里面真的太多东西 对我太重要了 你知道吗 哎呀完了完了完了 今天又又闯祸了 小姑娘 那个手机丢了资料 我们可以想办法 给你找回来 那个卡都是可以补回来的 我知道卡是可以补的 但是我里面真的是有很多重要的照片 什么照片这么重要 就跟前男友的呀 前男友的照片有这么重要吗 分手都分手了 你还要这照片干什么 可是在一起这么久啊 你又不懂这些 你还把我手机给弄掉了 那我现在连什么都没有了 哎呀 你就是照片吗 还有其他什么吗 有啊 他还欠我钱呢 我家里的朋友全部都还在 他你前男友还欠你钱 对啊 这渣男要干什么 就都丢了嘛 那也要还我的钱是不是 我要有这些证据啊 哎呀 那就麻烦了 那就麻烦了 咦 美女 我帮你帮那个钱给你要回来 你怎么样啊 我就这样嘛 我就装作是你男朋友嘛 然后我打电话给他 你记得电话吗 电话记得是吧 来 你把那个 你把电话 输一下 然后我就打给他 喂你好 喂谁啊 我是那个苗苗的男朋友 你是他那个吗 是他前男友吗 对啊 怎么 你就欠他钱 欠多久了 你为什么还不还 不是我欠他钱 关你什么事啊 我怎么不关我什么事啊 我现在是他男朋友 赶快把钱还过来 我就不还 那你再拉拉找我要嘛 关你什么事 你你知不知道他家的哪里 知道啊 知道啊 好 那你在家里等着我 我来家里要 我现在马上来家里要 几千块钱那是你大老爷跑来干嘛 那你为什么这么久不还 有什么这么久不还 我等等跟他联系 我等一下转给他 你不用大老爷跑过来 跑来干嘛呢 要钱呢干嘛 我等一下转给他可以吧 你确定啊 如果我下午两点钟收不到钱 那我就拿你家里要了 等一下转 等一下转 你看那钱不是就帮你要回来了吗 嗯 你们还是挺厉害的 嗯 要占我们还是第一牛的 哈哈哈哈 那我的手机也掉了呀 那手机掉了 那我赔你 要不然我把我这个手机赔给你吧 我这个手机是刚买不久 这个也是苹果的 也刚买不久 不要这个 我这个也是个新的 刚买不久的 不要我就想要我的那个手机 那你那个我现在我拿着去给捡了 你都掉水里面去了 啊 那你不是为难我吗 你看钱也帮你要回来了 我也不想为难你啊 钱也帮你要回来了 手机就把这个给你 我不能要回钱 我也挺开心的 我们真的也不是故意的 知道吗 我们也是 你看钱帮你要回来了 手机你的就拿这个吧 好不好 不知道啊 小姑娘 要不这样 你把我这个手机先拿去用 然后你先去补账卡 然后我再想办法 行不行 你看你前面也能不能把钱也转过来 好不好 那你给我你用什么呀 我这还有一个手机 没事 你去补卡嘛 补卡 然后我如果是再问 我明天再给想办法 行不行 嗯行 来你先拿着用 好那我先拿回去 对先补卡 先补卡 然后其他后面的怎么处理 我们再商量好不好 好 你让我现在去给你买 我也不知道你这个手机 是什么手机 我只有没有知道你骗我的 是不是苹果手机啊 是不是 应该有发票什么的吧 有 有啊 那都是你发给我 帮我看一下确诊一下 好不好 你不要难过了 前男友丢就丢了哈 别想这么多了 好的 来了 大超哥 我是你的小迷妹 你敢不敢来武汉 吃我家五年的老母鸡 五年的老母鸡 我刚刚晚上到武汉也很晚了 所以就住在晚上 小迷妹现在给我发了个位置 现在我过去找他 他给我发了个位置在这里 我没有看到人了 我不是一个大姐吧 不会吧 哈哈哈 我打电话问一下 不接电话 再打下 我操他不会耍我的吧 应该不会吧 我在晚上就联系了吧 啊 我可看他买800公里爬过来的呀 我操 怎么了 谁给我拒绝了 他不会有啥事吧 那我操 这什么意思 哇 给我拿黑了吗 是 拉黑了吗 给我拿黑了 对啊 我看一下 我看一下是不是 发信息看一下 能不能发 我操 哇 真的 真的被人耍了 还有这样的人呢 我操我开到800公里 跑过来的呀 真的被人耍了 现在怎么什么人都有啊 现在啊 咱们现在怎么整风格 都来了 哈哈哈 不是要这样玩的吗 没事 我有办法 打个门女请我们吃饭 好的 好不好 好的 我打个打个电话 打个门女请我吃饭 我都不信了 我来 来武汉还找不到一个人吃饭 请我吃饭 喂 美女 你在家里没有 在武汉没有 我来武汉呢 你来武汉干嘛呢 我来武汉见网友啊 你想不信你骗我了 我没骗你 我真来武汉呢 那你见网友 跟我打电话 我不来武汉呢 我就想让你请我吃个饭呗 哎呀 那个说点话 等会我跟你说哈 那有没有你给我发个位子 过去找你怎么样 那行 你怎么办 我给你 发个电话给你 啊 行 你去吃饭 行行行行 哎 来了 来来来来下车 我带你去吃饭 嗯好好好 你怎么突然来武汉了呀 说不出于什么事吗 说不出于打个招呼 哎是这样的 我一个粉丝给我发私信 他们在家讲了五年老母鸡 然后叫我过来吃 结果我开了八百个里过来找他 我打电话还不接了 直接把威胁不拉飞了 放鸽子了 跟你家似习惠就一样 哈哈哈 我跟你说哈 母鸡有甲鱼好吃吗 甲鱼给母鸡跟母鸡 是啊 我今天就请你吃这个甲鱼 请我吃甲鱼 对对对 那行 那谢谢你啊 不要客气 咱俩谁跟谁啊 真是的 好好好 大叔 吃一块甲鱼 好 这个很苦的啊 你不是突然说身体不好吗 谁说我身体不好啊 你只要说不行不行啊 你只要你不行了呀 好好好 那我多回一会 对 多吃点啊 嗯 好吃吧 好吃 来 我也来吃一点 我也身体不行 嗯 就全面这个香 嗯 好吃吧 以前贵州什么就回来的 嗯 20号 20号好热不 后面找到两个大饭没有 没有 都没有再联系过了 不要相信网友 不要见网友 我就说过了 这是去教育 就是啊 这只不是 我还是日本司知道吧 嗯 我想你会骗我 嗯 然后昨天我们在路上 聊了拍的 然后昨天晚上还聊了 就昨天我们到了门晚了吧 嗯 然后今天早上我说 我一早就找他 嗯 结果他跟我发了几个电位 嗯 就看到就 根本就直接联系不到了 哪个人 嗯 嗯 就我还惨 对啊 所以网友不可信 不可信 不可信 对 咱们这次是反正教材 对 哎呀我吃了好不好 谢谢啊 谢谢啊别客气嘛 就来午饭打算玩几天呀 我这个还不太确定呢 嗯 来都来了都玩几天嘛 嗯 我想想啊 晚上要不带你去喝酒 不行不行 又摇头又不行 才吃了假鱼 只能说不行呢 不是我喝酒不行 喝酒不行 对 不是少喝一点嘛 我们喝一点点 喝了 明天可以吃土鸡 好不好 那可以 对 你带我去吃土鸡啊 对 那就回我乡乡老家去吃土鸡 那行呢 土鸭都有也说土鸡 可以可以那没问题 好 那咱们吃吧 行 咱们走啊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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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